明明可以买iPhone15 Pro 为什么最后选了一个iPhone14 主要是因为买手机 要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 我以前有两部手机没打算换 但是现在孩子大了 经常出门需要带个手机 他特别喜欢我的老米10 这是三年前的手机了 但是华星光电的90Hz屏幕的素质 以及高通骁龙865的性能 目前依然可用 我还有一个iPhone14标准版 主要用来拍摄视频 各位所看到的我发的视频 大部分都是用这台iPhone14拍摄的 特别是最近升级了iOS17之后 还多了一个录制视频锁定白平衡 这个功能拍视频特别好用 我开始是想买iPhone15 Pro的 14 Pro的影像比普通的14要好一些 15 Pro的影像比14 Pro又要好一些 15 Pro还多了一个高速的Type-C口 传视频应该很快 但是我仔细想想 这些升级对我来说是有更好 但不是必须的 我这次就是要买一台备用手机 用来看看视频 刷刷抖音 看看B站 重度微信 写写文稿 装一些不常用 但是懒得删的APP 主要就是用来分担iPhone的工作 让iPhone实现小而美 说到想提升拍视频的画质 我还考虑过买一个一两万的V单 再加上三个灯 六七千块钱 但是我的视频大部分都是随手拍 自己很少上镜 我拍摄视频的需求 一部iPhone就够了 就算我上了这套V单和灯光 花了两万多块钱 但是我仍然需要一部备用手机 iPhone 15 Pro 256GB 现在关价是8000 百亿补贴是7400 新出的小米14 256GB 关价是4300 百亿补贴才3800 价格相差一倍 以我目前的实力 还没达到一万块钱 可以任性花的地步 还有一个原因 我不想要两台iPhone 还是喜欢一个安卓 一个LS会好一些 两边系统的进步 我都可以体验到 其实我还可以只用一部iPhone 因为iPhone支持双卡双待 以前我说过 iPhone双卡双待 有信号和流量卡死的问题 不过最近用了这几天 我发现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 另外LS也可以实现双微信的切换 就是有点麻烦 但是我后来一想 虽然我不玩游戏 但是手机的工作量不亚于游戏 如果手机上这么多的应用压力 全部压在一个小iPhone14上 估计得一天两到三重了 用不多久就得换电池 iPhone14的一块电池大概得600多块钱 小米手机的一块电池才100块钱 平时看看视频用微信刷刷抖音 我感觉小米14的体验绝不比iPhone15 Pro差 小米14的价格只有iPhone15 Pro的一半 除了iPhone15 Pro还有小米14之外 我还看过其他手机也看了一圈 但都没有太喜欢的 像魅族OPPO一家华为荣耀 我都看了 最后还是小米14吧 其实小米14的硬件和澎湃OS系统 我也不是特别满意 相比之下小米14更符合我想要的那个手机 最后还有一点 以前我经常说 如果一不小心把3000多块钱的小米14给摔了 对比一不小心把7-8000块钱的iPhone15 Pro给摔了 你哪个心疼 如果你两个都不心疼 说明你目前的实力花这一万块钱无所谓 那你就买贵的买好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都摔了小米14比较不疼 所以我选小米14 手机和汽车我感觉都一样 都是拿来用的工具 它不是个爹 所以我不在意屏幕是否有划痕 我平时是不贴膜的 电池寿命我也不在意 我也没有过因为怕费油 那汽车慢慢开的这类想法或者行为 工具买来就是来用的 不能用了咱就换 我们可以把心思时间精力 放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上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选择哪部手机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欢迎致电中国移动 无论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